第237章狼元之三 为一体 中 从信号来看 距离伙伴们应该已经不远了 但却依旧没有确实的踪迹 而且 通过不断的探寻 霍宇浩发现 伙伴们并没有持续向星斗大森林内深入 而就是在混合区中徘徊 显然是在寻找着他和王秋儿的踪迹 而且 从他们的行进速度就能看得出 他们的心情是多么急切 哪怕他们稍微慢一点 此时都应该被霍宇浩和王秋儿追上了才对 我累了 看着天色渐渐暗了 王秋儿突然在后面叫了一声 霍宇浩停下脚步 回头看向他 经过这又是一个多时辰的赶路 他的心情已经平复了下来 走到王秋儿面前 道 那就先休息一会儿吧 大家应该是在急于寻找我们 这到了晚上 他们也会休息 我们大概休息一个时辰左右 再次上路 一定要争取在今晚找到他们 否则的话 经过一晚时间 明天他们再启程的话就更加难寻了 王秋儿点了点头 道 好 两人坐下 霍宇浩又拿出干粮递给了王秋儿 王秋儿道 我弄坏了你的子果 你还给我干粮吃 霍宇浩将干粮塞给他 道 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 以后别闹脾气 王秋儿被他说得一愣 尽管他的年龄要比霍宇浩大 可在这时候 他却有种是在被一位大哥哥教训住的感觉 看住霍宇浩的侧脸 他不禁攥了攥拳头 很想说一句 你凭什么管我 可花到了嘴边 却最终没有说出口 默默地把干粮弄热了 分给他一部分 霍宇浩道 你吃完就赶快冥想吧 今天你都没有正经休息过 等你恢复好了再换我 一边说着 他拿着干粮走到一旁 精神探测持续开启着 感受着周围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危机 王秋儿一边吃着干粮 心中却突然有些后悔 后悔自己冲动的行为 他能感觉到 霍宇浩和自己之间的关系 因为那一枪 变得有些疏远了 哪有怎么样 只要是我想做的事 做就做了 极傲固执的眼神充斥在王秋儿眼中 他甚至有种 想要将手中烧饼扔掉的感觉 然后向霍宇浩大喊一声 我不需要你怜悯和管教 可是 当他的手都已经抬起来的时候 脑海中却突然浮现出 那个家伙泪眼朦胧的样子 泪眼朦胧地讲述住 他和他妈妈的故事 讲述着那个属于烧饼的故事 眼中的桀骜渐渐消散了 烧饼终究又重新塞回了嘴里 王秋儿的目光渐渐收回 变得有些茫然 小心了 正在这时 霍宇浩的声音突然响起 紧接住 他的精神共享 就已经落在了王秋儿身上 王秋儿先前 还有些茫然的眸光 瞬间就变得凝湿起来 手持黄金龙枪骤然弹起 不需要霍宇浩再用言语提醒 他也发现了危险的到来 三只通体漆黑的狼型浑兽 正以惊人的速度 朝住他们的方向而来 这三只浑兽的身长 竟然都超过了五米 肩高足有一米五开外 这完全已经是 狮虎类中大型浑兽的体型了 出现在狼类浑兽身上 注视是少见得很 变种 霍宇浩大喝一声 一圈白色光环 已经从他身上扩散开来 正是虚弱光环 狼类浑兽的体型 能够长到这么大 唯一的解释就是变种 而且是强大的变种 变种浑兽在史莱克学院中 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所谓变种浑兽 实际上就像是浑兽 显然是其中的佼佼者 甚至连他们的修为 都无法完全辨别清楚 这三只变种巨狼 就已经到了两人面前 霍宇浩的全体虚弱 释放得恰到好处 正好覆盖在了 这三头巨狼身上 三头巨狼并没有被群体虚弱吓到 反而像是被激怒了一般 正面的一只巨狼 仰天发出一声咆哮 一层紫色光芒 顿时从他雄壮的身躯上 亮了起来 两只前转扬起 居然就那么直立了起来 这一下可是将霍宇浩吓了一跳 因为这直立起来的巨狼 看上去竟然和人类的形体 有些相似 只是头部完全是狼头的样子 身上那一块块 高高稳起的肌肉 无不充斥着爆炸性的力量 未知的才是最可怕的 霍宇浩在通过精神探测 发现这三只巨狼的时候 这三只巨狼也发现了他们 通过判断 霍宇浩可以清楚地认知到 他们应该是凭借嗅觉 发现的自己和王丘尔 另外两头巨狼 也是同时人力而起 情况都和先前那只差不多 是狼和原类魂兽的变种 王丘尔冷静地道 霍宇浩顿时恍然 难怪会出现这种特殊形态的魂兽 毫无疑问 这三只诡异的魂兽 应该是异母同胞 否则他们也不会变得如此相想 一想到异母同胞这四个字 霍宇浩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那两只同样是异母同胞的 小暗金孔爪雄 还被自己冻中呢 因为之后霍宗离人大战一场 然后又想要尽快和伙伴们会合 霍宇浩竟然把他们给忘了 此时才想起来 不过 这会儿显然也不是放他们出来的好机会 这三头狼猿并没有急于 向他们发动进攻 而是围绕着他们缓缓行动住 猿猴类的魂兽一向以智慧著称 他们不但拥有着强健的体魄 甚至连智慧也是相当不弱的 这也让霍宇浩和王秋儿大敢棘手 这种对手绝对是最难对付 霍宇浩和王秋儿并肩而立 两人都没有伸出手去和对方进行武魂融合 霍宇浩的精神探测一直笼罩着战场 一层金光也随之覆盖全身 这三头巨狼起码也是万年级别的存在 绝对大意不得 突然 正面的巨狼动了 他的身体微微一闪 紧接住 一股浓郁的黑暗气息 骤然从他身上迸发而出 一团团紫黑色的气泡 从地面上迅速扩散开来 朝着霍宇浩和王秋儿覆盖过来 黑暗属性的魂迹 王秋儿低河一声 眼看着那紫黑色气泡 就要蔓延到自己和霍宇浩面前时 右脚用力在地面上一跺 顿时 一股恐怖的金色气浪向外迸发而出 在力量上 王秋儿的控制力确实强大 他这一脚跺出 强大的震荡力居然闪过了霍宇浩 没有对他造成任何冲击 那些紫黑色的气泡 在这股震荡之下 顿时纷纷破灭 但却依旧持续不断地向前逼近 王秋儿手中黄金龙腔高举 一声嘹亮的龙音声响起的同时 他那两黄 两紫 两黑 六个魂环已是从脚下升起 其中第一魂环光芒善良 一层浓烈的金色 瞬间就覆盖在了他全身的每一处角落 第一魂计 黄金龙体 右脚在地面上猛然一跺 王秋儿也没向霍宇浩打招呼 人就已经窜了出去 目标直指正面的狼元 黄金龙腔带着刺耳的呼啸声 直奔那狼元的眼睛位置点去 就在他发起攻击的同一时刻 另外两头狼元也同时动了 他们没有去研究自己的伙伴 而是同时朝住霍宇浩扑去 显然是要以数量的优势 先杀掉霍宇浩 霍宇浩眼中光芒一闪 脚踏鬼影迷踪 身形同样向前方扑出 追着王秋儿冲过去的方向 在这个方向中 之前蔓延过来的紫色气泡 已经都被王秋儿强悍的黄金龙魂力震散了 人在半空 他已经回转过身来 一层钻石冰金铠甲覆盖全身 正是冰皇护体一红四成 四个光彩奇异的魂环 也随之从脚下升起 一道在黑夜中并不起眼 却带着极致之寒的韧光一闪而没 横扫出的光影 将那两头扑上来的狼元 全都笼罩在内 地剑 兵极无双 这一剑并不是平滑运行的 在挥出的时候 霍宇浩的手腕有着微小的震动 以至于地剑在空中勾勒出一个美妙的弧线 极致之冰的森寒气息 几乎是同一时间找上了两只狼元的耿嗓咽喉 令他们前冲之势骤然一慢 三只狼元十分狡猾 有着他们的进攻计划 霍宇浩又何尝没有呢 通过之前几次与王秋儿的共同战斗 他对这位强悍的姑娘 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和极大的信心 一对一的情况下 如果还解决不了那只狼元 那他们二对三恐怕也就很难应付了 因此 霍宇浩的目的很简单 拖住面前这两只狼元 给王秋儿争取时间 别看两人之间的关系 先前有些紧张 但在对敌的时候 霍宇浩可是丝毫不会放松的 两只狼元的身体 几乎是在空中嘎然而止 他们心中产生着同样的感觉 只要再向前半分 就会将自己的咽喉 撞上那森寒的锋芒 就算此时还没有命中 那恐怖的极致寒意 也令他们的皮肤为之站立 但是 令霍宇浩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就在他那递见 兵级无双已经成功阻拦下 两只狼元的时候 突然间 他们竟然一起消失了 就在那森寒剑芒 到了面前的一刹那 同时消失 第237张狼元 王秋儿先前一枪刺向那头狼元 狼元的速度极快 身体瞬间后跃 拉开距离闪开了黄金龙枪 与此同时 他竟然摇身一晃 两道和自身一模一样的幻影 被幻化了出来 这个魂机令王秋儿 立刻想到了一种魂兽 幽灵狼 毫无疑问 两头幽灵狼瞬间扑上 强硬地挡住了王秋儿的攻击 王秋儿手中黄金龙枪在手中吞吐 幻化出万千道枪芒 或许是因为之前和霍宇浩的不快 令他心中憋着骨气 此时可是完全发挥出来 在那黄金龙枪的枪芒笼罩之下 两只强硬扑上的幽灵狼 瞬间就被绞杀成了碎片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 另外两只狼元 已经通过瞬间 转移到了王秋儿背后 先前正面后 后退的那只狼元也恰好在此时 扑了出来 三头狼元简直如同三维一体般 直奔王秋儿悍然扑上 每一头狼元身上 都迸发出强烈的紫黑色光芒 他们首先释放的是一个 以自身等同大小的紫黑色光影 三道光影闪电般冲出 直奔王秋儿撞去 王秋儿仰天长笑一声 一声嘹亮的龙音中 黄金龙虚影凭空出现 他整个人也如同小太阳一般燃烧起来 正是他的第二魂迹 龙的力量 身形旋转 手中黄金龙腔悍然刺入地面 身上第四魂环随之闪亮 龙音声瞬间变得高昂起来 黄金龙光影的龙头位置骤然放大 一口将王秋儿的身体吞入其中 紧接住 恐怖的爆炸随之出现 轰 王秋儿战斗的方式 永远都是那么强悍 剧烈的爆炸将那三道紫黑色光影 全都炸成了碎片 直径20米范围内 飞杀走尸 但是 那三头狼猿实在是太狡猾了 就在爆炸出现的一瞬间 他们的身体又同时消失了 根本没有去承受 那王秋儿第四魂纪黄金龙抱 带来的爆炸力 而当他们在出现的时候 恰好呈现出脊脚之势 把飞速赶来的霍宇浩围在了中央 三头狼猿 三围一体 脚下各自亮起了一个紫黑色光环 紧接住 那三个紫黑色光环骤然扩大 当三个光环重合的一瞬间 霍宇浩也正好在这光环正中 刹那间 霍宇浩只觉得自己全身 仿佛都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束缚住了似的 正在催动的魂力骤然一将 一股难以形容的恐怖压力 硬生生地将它从空中拽了下来 此时此刻 那三头狼猿已经通体都变成了 近乎透明的紫黑色 强悍的紫黑色光雾疯狂生腾 地面上相交的三个紫黑色圆环 光芒大放 完完全全地将霍宇浩固定其中 不好 这 这难道是传说中才出现过的 三维一体 三五魂融合剂 在五魂融合剂之中 大体分为两类 一类是多个魂师通过各自五魂 相辅相成的特点施展出的技能 这种魂剂虽然也可以称之为 五魂融合剂 但却属于魂师彼此配合的一种升华 而真正的五魂融合剂 就是像霍宇浩和王冬儿 王秋儿那样 五魂在身体内部进行融合 从而产生出强大力量 进行质变的一种攻击 这种质变 一般只会出现在两个人身上 史莱克学院的资料 曾经有三维一体五魂融合剂的存在 那就是史莱克学院的创办者 第一任院长四眼猫英弗兰德 与柳二龙和大师两位学院创始人 一起涌出的黄金铁三角 黄金圣龙召唤 那并不是黄金龙 而是黄金圣龙 乃是光明属性 和王秋儿的纯粹力量是不同的 可以说就是蓝殿霸王龙的升华 三人中的大师 本身就是蓝殿霸王龙家族的后裔 正是因为这个三维一体五魂融合剂 令它们被称之为黄金铁三角 但是除了它们这低 需要何等艰难的契合度才能完成 此时此刻 这种传说中才有的超级能力 竟然在三头魂兽身上出现了 而且 在它们战术的运用下 将这五魂融合剂使用的恰到好处 居然令霍宇浩毫无准备地被困在其中 此时的霍宇浩 只觉得自己仿佛连呼吸都已经不能了湿的 那强大的压迫力 完全压制了它的精神力和魂力 就连命运之眼都被压制得无法开启 三维一体 那可是几何倍数的增幅啊 眼看着地面上深紫色光芒渐渐升起 霍宇浩只觉得自己的身体都要被融化了似的 吃惊得又何止是霍宇浩 王秋儿也同样如此 对着三头狼猿 他也一样是陌生的 突然发现霍宇浩遇险 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 就投掷出了手中的黄金龙枪 刺耳的呼啸声中 黄金龙枪带着金龙光影 几乎是以撕裂空间的速度 骤然落在了一头狼猿身上 但是 那头狼猿却只是瞥了王秋儿一眼 他那眼神之中 竟然充满了不屑 是的 不屑 坑 黄金龙枪仿佛撞上了 坚不可摧的壁垒一般应声弹起 根本没有对那只狼猿造成任何伤害 而地面上的紫黑色光芒 已是瞬间声腾了起来 不 王秋儿大叫一声 无与伦比的强烈金光 骤然从他体内迸发而出 他的双眸一下就变成了血红色 第六魂环发动 金龙失血 此时的他 已经闪亮得如同一颗小太阳一般 再没有人能看清他的身影 而霍宇浩身上 一团橙金色的光芒 突然分离出来 正是小雪女 小雪女脸色肃然 身形一闪 就到了霍宇浩背后 他那娇小的身躯迅速变大 既然还原成了雪地的模样 一手指添 一手指的 成金色的光彩瞬间扩张开来 将霍宇浩的身体笼罩在内 但是 雪女的力量本身就是属于霍宇浩的 她平时自身的力量 都是从霍宇浩身上吸收而来 而更加庞大的力量 还封印在霍宇浩身体之中了 此时的她 虽然已经是全力以赴了 但对于目前的霍宇浩来说 却依旧是杯水车薪 霍宇浩深吸口气 她知道 这一次自己想要全身而退 恐怕是不可能了 但在这个时候 她却丝毫没有畏惧 在雪女的帮助下 暂时压制住了 那升腾而起的紫黑色光芒 她自身也终于能够施展一些能力了 冰皇护体率先释放而出 此时 雪地三绝因为雪女全力以赴 抵挡那三维一体武魂融合剂的缘故 已经全部无法使用 霍宇浩命运之眼开启 原本就已经受创的灵魂本源 疯狂地调动起来 恐怖的精神力 开始和她自身魂力 以惊人的速度高度结合起来 君灵天下的气息逐渐生腾 她要凭借自己这一身修为 在雪地的帮助下 硬汗这武魂融合剂 她相信 只要自己能够活下来 施展了这么强大技能的三头狼元 王秋儿一定不会放步他们 就在霍宇浩已经下定决心 拼死一搏之际 突然间 一道金色光影 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了她面前 紧接住 那金色身影就已经投入到了 她的怀抱之中 额头相抵 呼吸可闻 一股无比雄浑的力量 瞬间覆盖在了她身体的 每一个角落之上 灿烂的黄金色 化为一块块厚重而充满 锋锐气息的鳞片翻卷而上 首先覆盖的 就是霍宇浩的胸口与头部 紧接住 那黄金鳞片 迅速席卷到了 她身上的每一个角落 难以形容的 强大力量感传遍全身 先前恐怖的威压 在这一刻 竟然已经有些 无法压抑住她了似的 此时的霍宇浩 全身都多了一层金色的甲胸 胸口处 是一个巨大的黄金龙头图案 头盔封闭 连面部多护在其中 同样也是龙头模样 那全身的龙鳞 将她的身体完美包覆 哪怕是一丝皮肤 都没有露在外面 前所未有的强大感觉 令霍宇浩长笑出声 雪女瞬间回归 没等霍宇浩有所行动 她这全新的甲胸 已经释放出一层 强烈的金光撑起防御 把所有的压力抵挡下来 一阵阵龙音声 不但对外界响起 同时也在霍宇浩心中 不断响彻 她还清楚地记得 当那龙鳞席卷而上的时候 自己几乎是在额头 贴着额头的情况下 看到了王秋儿的双蒙 她的眼眸在那一刻 不再是粉蓝色 而是澄澈的金色 仿佛能够映照 人内心深处最纯粹 最本质的那种金色 第238章生死与共 也就在这时 三头狼猿完全处于 霸体状态中的 三维一体五魂融合剂 终于完成了 恐怖的紫黑色光芒 化为一个三元交合的 恐怖光柱冲天而起 将身在其中的霍宇浩 完全吞噬 刹那间 霍宇浩只觉得 恐怖的挤压力疯狂地向内 压迫住自己的身体 仿佛要将自己 完全撕碎似的 在这个时候 她也突然明悟过来 如果不是王秋儿的 及时到来 哪怕是她将军灵天下 催动到了极致 又有雪女的帮助 最终结果 恐怕也要隐恨啊 这三头狼猿 远比她想象中 要更加强大 这三维一体 五魂融合剂的恐怖 简直是难以想非 黄金龙凯 开始散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那吱吱的声音十分难听 但此时 听在霍宇浩尔中 却像是王秋儿 不屈的抗争一般 紫黑色的世界 仿佛过去了横谷久远 三头狼猿的眼中 都流露出了残忍的光彩 他们凭借这一手 已经不知道 猎杀过多少只魂兽 和多少名魂狮了 尽管他们 各自只有万年修为 但这上天赋予他们的 三维一体 五魂融合剂 却是他们最强的杀手锏 配上瞬间移动 简直就是 无法破开的强大组合啊 三头狼猿身上的紫黑色 渐渐散去 正如霍宇浩预料的那样 他们在结束 这个五魂融合剂的时候 自身会陷入短暂的虚弱 原本他们还要 小心提防王秋儿 准备魂剂结束 就先立刻跑开 但刚才王秋儿 竟然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 也陷入了五魂融合剂之中 魂兽毕竟是魂兽 他们在狡猾 也不会出现 等同于人类的智慧 在他们看来 无往不利的五魂融合剂 必定能够将这两个人类 全部杀死 留下尸体 供他们享用 虽然那很可能只是肉蜜 但人类的尸体味道 依旧要比魂兽美味得多 尤其是在魂力上 没有完全消失的前提下 就在三头狼猿 略征有所放松的时候 突然间 一头狼猿的身体 僵硬了一下 有些不解的低下头 看向自己坚实的胸肌 五柄暗金色的利人 正稳稳地插在那里 散发着暗金色幽光 紧接住 一声嘹亮的龙音声中 剧烈的爆炸 出现了口狼猿的身体 被硬生生炸飞 胸口处 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 从他口中 已经爆发出 完全变了阴的惨叫 他怎么也想不到 就在自己准备 享用猎物的时候 竟然会出现 如此巨大的变化 另外两只狼猿 这才发现不妙 但是 大地爆发出 一声低沉的神印 一道灿金色的身影 已经如同闪电一般 来到了他们面前 龙音声中 两道灿烂的紫金色光芒 同时飙射而出 几乎是同时命中了 他们的头部 两头狼猿 刚要有所动作的身体 顿时停顿下来 是的 这在三维一体 五魂融合剂 即将结束瞬间 骤然冲出的 赫然正式施展了 五魂融合剂 命运之龙音的 霍宇浩和王丘尔 凭借住 王丘尔所画的黄金龙凯 他们终究扛住了 那三维一体 五魂融合剂的威能 此时此刻 霍宇浩身上 原本灿烂的黄金龙凯 看上去已是秀极斑斑 还有不少地方 已经出现了裂痕 在那裂痕中 渗出的居然是金色液体 霍宇浩现在所能动用的 不只是自己的能力 更有着属于 黄金龙的绝食堂门吧 强大力量啊 他的魂力 更是直接升腾到了 相当于七环的级别 恐怖的力量 赋予了他恐怖的速度 脚尖在地面上一点 身形偏转之际 人就已经到了一头中了灵魂冲击的狼园面前 这三头狼园不知道算解了多少对手 却在今天终于失守了 处于虚弱状态中的他们 在没能恢复之前就被控制 这已经注定了他们悲剧的结局 右手在那狼园身上一按 霍宇浩一把抓住他胸前的狼毛 就将他甩了出去 直奔另一头狼园撞去 别看这三头狼园是魂兽 可他们自幼义气长大 又有着契合度如此之高的三维一体五魂融合剂 彼此关系的密切可想而知 最后一只狼园眼看着兄弟向自己的方向飞来 几乎是下意识地抬起一双前爪就想去接住他 但是他最后看到的 是他那兄弟传递给他的最后眼神 快跑 晚了 一切终究还是晚了 当恐怖的轰鸣骤然暴想的时刻 结局已经注定 两头狼园碰撞的一瞬间 轰天阵地的巨响随之爆发 大寒无雪 早已经断绝了第二头狼园的一切生命力 而那极致的寒冷 也让他化为霍宇浩冰爆树的祭品 在命运之龙吟的木台下 霍宇浩几乎是顺发了 大寒无雪和冰爆树两大魂祭 悍然造成了这种震撼的战况 事实证明 当有一天 霍宇浩自身修为真的能够达到七环的时候 那么 他的实力必定会震惊整个大陆 他所有的魂祭都会伴随着他的修为提升而提升 完成这最后的一击 霍宇浩脚下一软 忍不住半跪在地面上 他又何尝不是强弩之末呢 尽管黄金龙凯 为他抵挡住了那三维一体 五魂融合剂绝大多数的冲击力 可是 他自身的魂力也为了抵抗而有着的消耗 最后这几下的爆发 几乎让他耗尽了所有的魂力和精神力 甚至连命运之龙吟中的审办能力都没有激发 就已经将那三头狼猿击杀了 黄金色的光芒犹如液体般从霍宇浩身上卸下 重新凝聚成形 化为王秋儿 一直以来 在霍宇浩眼中都是那么坚强的王秋儿 此时却变了样子 他身上的衣衫有多处破损 脸色苍白 口鼻处竟是鲜血 眼眸之中更是暗淡无光 胶躯易软 就直接倒在了霍宇浩怀中 秋儿 霍宇浩叫了一声 赶忙抱住他 此时此刻 在他心中 哪还有半分先前的怒气 在那个时候 霍宇浩完全相信 如果是自己承受了那三维一体五魂融合剂 王秋儿也同样有能力击杀这三头狼 看绝世 来源 而自己恐怕就是凶多吉少了 而在这种时候 王秋儿却没有选择自己安全 而是不顾一切地冲入了五魂融合剂的核心位置 以命运之龙营 他为铠甲的状态 主动去抵挡了这一击 可以说王秋儿至少承受了那五魂融合剂七成以上的攻击力啊 这又怎能让霍宇浩不感动 这根本就是救命之恩 他对他的称呼 也终于掠过了姓氏 王秋儿有些艰难地睁开眼 难难地道 你救过我一次 我还给你了 我不欠你的 不欠 不欠 你别说话了 赶快休息 由于两人能够进行五魂融合的关系 此时霍宇浩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王秋儿身上的生命力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流逝住 而他的身体上也开始散发出奇异但金色光芒在他身上 一道道伤口不断地流淌着血液 照这样下去 但是失血 对他来说就足以致命了 世纪从全 霍宇浩怎么可能见死不救 深吸口气 低声道 秋儿 我可能会有所冒犯你 但你伤势太重 必须要立刻治疗 否则有性命之忧 见谅 说完这句话 霍宇浩一咬舌尖 强烈的刺痛顿时令他精神一震 向王秋儿平放在地 在他的低声惊呼中 一把就撕开了他腰间的衣巾 那里有着一个最大的伤口 王秋儿的身体已经被鲜血染红了 他的血液有些奇异 鲜红中带着一点淡金色 看住那身达一寸 长约四寸的伤口 霍宇浩立刻抬手 封住了他腰间的血脉 然后取出史莱克学院配备的急救包 长针入手 小心地帮他缝合起伤口来 王秋儿的身体确实强悍 哪怕是钢针刺入他的皮肤 都有些困难 坚韧的组织很容易令治疗者会失手 换了普通医生还真很难办 幸好 霍宇浩还是一名魂导师 在精神探测的辅助下 他将魂力灌注于钢针之中 把看更新 来决士堂门把一点极致之兵的力量 注入到他的伤口内 这样一来 不但能够通过冷冻 令他的伤口出血减少 同时 也可以减少王秋儿的疼痛 一边缝合着伤口 霍宇浩轻微开启了自己的涌动之欲 用寒冷延缓住王秋儿的血液流速 他手上的动作却是奇快无比 一会儿的功夫 一道伤口就已经缝合完毕了 处理好一处伤口之后 霍宇浩立刻转移到另一边 这一次 是王秋儿的右侧大腿 当霍宇浩的手 看到那破裂的衣襟处时 略微停顿了一下 抬头看了一眼王秋儿 此时王秋儿却已经闭合上了双眼 似乎是要将自己 完全交给霍宇浩处理似的 霍宇浩猛一咬牙 双手用力 撕开了不薄 露出了王秋儿大腿上 一道惊人的伤痕 白皙的大腿修长圆润 触手温软如玉 霍宇浩心头微微一颤 猛地抬起自己的左臂 用力地在上面咬了一口 强烈地刺痛 顿时令她再次集中精神 同样是缝合 治疗 凭借助精神探测的指引 她从最严重的伤口开始 为王秋儿迅速治疗着 任秋儿身上本就破损的衣物 很快就变成了各种碎片 整个郊区能够遮掩住的地方 越来越少了 这是多么完美的身材啊 当霍宇浩缝合好最后一出伤口后 看住王秋儿呆了呆 此时的她 除了一些重要位置以外 绝大部分肌肤都裸露在外 粉蓝色长发凌乱地披散在一旁 苍白的翘脸更多了几分柔弱的感觉 不对 霍宇浩目光的呆滞 只是持续了一瞬间 她立刻就感觉到了不妙 作为一名带字归中的少女 身体被一个刚刚认识不久的男人 几乎看了个遍 无论如何都应该是娇羞无限 绝不是如此放松地躺在那里 一动不动 霍宇浩赶忙一把捏住王秋儿的脉门 将自己的魂力缓缓注入其中 只是简单地探查了一下 她就找到了问题所在口 王秋儿失血太多了 她的生命力依旧在持续地下滑着 她自身似乎对于血液的依赖很强 尽管现在全身伤口都已经止血了 但生命力流逝却没有结束 反而大有几分愈演愈烈之事 此时 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星斗大森林上空似乎显得有些压抑 大片大片的乌云飘荡而来 一道道电光闪过 雷霆滚滚 似乎是要下雨了 霍宇浩毕竟不是专业的医生啊 她能够缝合好所有的伤口 已经是尽了全力 此时对于王秋儿的伤势 她也大敢棘手 失血过多 绝非通过魂力能够恢复的 血液 生命力 突然间 霍宇浩想到了什么 她略微定了定神 然后飞快地从自己身上的储物 混倒器中取出一套自己的衣服 然后快速地将王秋儿身上 破损的衣物脱掉 用前进的步驳配合清水 为她清醒了身体 然后再把自己前进的衣服 给她穿上 王秋儿的身材十分修长 穿上霍宇浩的衣服 虽然略显宽松 但也还算勉强合身 做完这些 霍宇浩发现 自己竟然出了一身汗 也不知道是因为身体的疲惫 还是因为王秋儿的身体诱惑力 太强导致的 把她抱到一个 地势相对较高的地方 霍宇浩取出随身的帐篷 释放了出来 然后抱住她 放入帐篷之中 只留头部在帐篷外 她自己则是盘膝 坐在帐篷前 让王秋儿的头 枕在自己的大腿上 深吸口气 霍宇浩取出了自己那柄 尘封已久的白虎笔 看了一眼王秋儿 那苍白的俏脸 义无反顾地 在自己左手腕卖处划过 血光崩线 霍宇浩立刻用右手 捏开了王秋儿的嘴 把自己割破的外脉凑过去 将鲜血滴入她口中 霍宇浩的生命力太强了 强大到伤口才出现不到十秒 就已经自行愈合 是的 她现在能想到的 拯救王秋儿的方法 就只有一个 用自己那拥有着 生灵至今庞大生命力的鲜血 来唤醒她自身的生命力 和造血功能 血液刚一凝固 霍宇浩立刻毫不犹豫地 又是一刀割上去 重新放血 继续向她口中滴落 就这样 血宁则歌 血滴则味 霍宇浩的鲜血 渐渐顺着王秋儿的樱桃小 口融入她的身体之中 那澎湃的生命力 也渐渐传导入她的身体 第239章 我相信她上 天空中 依旧是雷鸣滚滚 但有些奇怪的是 在这滚滚雷鸣声中 却只是敢打雷 并没有任何雨滴飘落 霍宇浩近乎机械地 重复住自己的动作 她的身体也开始有些撑不住了 尽管承受那五魂融合计较少 可她最后的权力战斗 也几乎耗尽了魂力 再加上为王秋儿一系列的治疗 加上此时的鲜血作药 她的身体 也已经接近了油镜灯窟的程度 当她感觉到 王秋儿体内的生命力 终于不再流逝 反而徐徐恢复之时 心中紧绷的那根咸中鱼 也随之放松下来 心情一放松 强烈的倦意 以及虚弱感瞬间传遍全身 哪怕这里是随时 都有可能遭遇危险的 心斗大森林 霍宇浩此时也已经顾不得了 一次次强行支撑之后 不知道什么时候 她终于倒了下去 手中依旧紧紧地握着 她的白胡笔 而在她的另一只手腕上 横七竖八的 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伤痕 昏倒后的霍宇浩和王秋儿 保持着有些怪异的姿势 霍宇浩平躺在地上 王秋儿身体在帐篷里 蛋头却枕在她腿上 嘴角处还残留着 一些霍宇浩流下的血迹 两人都那么沉沉地睡着 不知道是不是上天的眷顾 当他们处于眼前 这最虚弱的状态时 并没有再遇到任何 魂兽的袭击不远处 那三头狼猿的尸体上 散发出的魂缓 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溃散了 半个时辰后 应该就是这个方向 我对声音的辨别很敏锐 肯定没错的 李永岳肯定地说道 一行人在星斗大森林中 急速穿行着 走在最前面的正是刚刚说话的 李永岳 手中月刃不断挥舞 披荆斩棘在前面开路 跟在李永岳身后的 则是张月轩 然后是韩若若 王东尔 莫轩 以及跟在最后 脸色略显苍白的 蔡美儿副院长 正如霍宇浩判断的那样 他们和纳公暗金孔爪雄 受魂大战一场 为了保护众人 蔡美儿不敢过度施展自己的能力 当他们眼看 就要解决战斗的时候 钟离天和钟离的突然到来 在他们击杀纳公暗金孔爪雄 受魂之前将其收回 又是一场大战 蔡美儿展现出强大的实力 而钟离天 钟离的两兄弟 先前受魂毕竟有所消耗 在史莱克学院众人的强烈抵抗之下 一时间也没能得手 当钟离人也出现在战场上的时候 原本就连蔡美儿的心情都沉了下来 以为想要全身而退恐怕很难了 但也不知道 那钟离人对钟离天说了几句什么 钟离天突然脸色大变 三兄弟象征性地攻击了一下 转身顿走 史莱克学院众人的危机 这才算随之化解 霍宇浩和王秋儿去干什么了 他们多少也能猜到 钟离人脸色大变的回归 显然是与二人有关的 王秋儿还好一些 怎么说他也才是新加入到史莱克学院的学员 可霍宇浩却不一样 他不但是史莱克学院内院的一份子 更重要的是 他还是海神阁成员之一 与诸位肃老平级的存在 如果他出了事 蔡美尔简直不敢想象 回去之后学院内会掀起怎样的风暴 霍宇浩可是早就被内定为 阁代的海神阁主了 绝对是史莱克学院未来的希望 当下 众人自然是不敢耽搁 用最快的速度去寻找霍宇浩和王秋儿 他们看到的 却只是满目疮痍 霍宇浩和王秋儿完全不见踪迹 顾不上休息 蔡美尔也直接加入到了团队之中 众人用最快的速度在四处寻找他们二人 并且不断地留下记号 就在刚才 他们终于决定趁着夜晚暂时休息的时候 突然间一声从远处传来的巨响 惊动了他们所有人 那剧烈的爆炸声 虽然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但却分外清晰 王冬儿都快疾风了 霍宇浩失踪 他只觉得自己的心都仿佛随着他离开了似的 听到这声巨响 顿时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 张月轩本想阻拦他 王冬儿却险些直接向他发起了攻击 无奈之下 蔡美尔副院长也指的决定 大家再辛苦一会儿 寻找那巨响的来源 王冬儿的脸色此时十分苍白 粉蓝色的大眼睛中充满了交际之色 不时还会有淡淡的水光闪过 正是因为与那几名鞋魂师大战一场 他才更深切地感受到敌人的强大 而霍宇浩在离开之后 出现了几声剧烈的轰鸣 然后就再没有任何讯息了 哪怕他对霍宇浩再有信心 也明白以他的能力 是绝对不可能打得阴八环鞋魂师的 心中怎能不急 但是 王冬儿又肯定地告诉大家 霍宇浩还没有生命危险 凭借住五魂融合 两人之间早有一次冥冥中的联系 若是霍宇浩真的出了事 那么 他一定会有所感应 其间虽然有几次心惊肉跳的感觉 但总算没有那种 他最不希望出现的情况 被轰鸣引动 自然也是因为霍宇浩 曾经用过雷霆之怒发射炮弹 这已经寻觅了 又有接近一个时辰的时间了 星斗大森林内地势十分复杂 在一些小来谷的地方 必须要绕行 好不容易 才在李永月对听力的记忆中 接近了目标 语浩 是你吗 王冬儿心中默念 泪水也终于忍不住流淌了下来 苦战 寻觅 再加上此时天色 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女孩特有的脆弱 已经令她有些承受不起 再一次的失望了 语浩 你可一定不能有事啊 穿过一片树林 最前面的李永月 惊喜地大叫一声 那边有帐篷 还没等她多说 一道金光已经在背后升起 展开光明女神叠翅翼的 王冬儿瞬间从她头顶上方掠过 直接朝着前方扑去 金色的光芒 在这漆黑的夜晚中 显得格外耀眼 王冬儿几乎是全力以赴的前扑 在这个时候 她甚至有种 用尽全身力气的感觉 帐篷 是帐篷 是她的帐篷 王冬儿一眼就认出了 那属于霍宇浩的帐篷 还能释放出帐篷 这就意味住 她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吧 惊喜之中 顿时令她原本疲倦的身心 位置一震 势意用力拍动 几次眨眼的功夫 就来到了那帐篷上方 宇浩 顾不得这是在充满浑瘦的 星斗大森林了 王冬儿急切地叫道 但是 就在下一瞬 她的声音嘎然而止 事意上的惊 蓝两色光芒眼映 将下方的一切照耀的鲜蚝壁线 她一眼就看到了躺在那里 脸色苍白的霍宇浩 还有那头枕在她大腿上的王秋儿 他们在一起 这个念头在王冬儿心中一闪而过 但也只是一瞬间 她就醒悟过来 事意收敛 飞快地落了下去 来到霍宇浩身边 小手立刻按在了她胸口位置 当她那依旧强有力的心跳 震荡住她的手掌时 王冬儿只觉得大脑一阵晕眩 心中紧绷的那根弦 终于放松了下来 大口 大口地喘息住 没事 她没事 她还活着 泪水 不受控制地流淌而下 她直接扑在霍宇浩身上 放声大哭起来 她这一哭可不要紧 注射吓坏了随后赶来的其他人 最急切的自然是蔡美儿 她几乎是用接近瞬间移动的速度 来到王秋儿身边 一把抓起霍宇浩的手 捏住她的外卖 当她准确地感受到霍宇浩的脉搏时 这才大大的松了口气 饶食蔡美儿这样的好脾气 也不禁责怪道 冬儿 你这丫头哭什么 可真是吓死我了 总算是找到霍宇浩了 她又何尝不是大大地松了口气呢 只要霍宇浩还活着 一切就都好办得多了 一边说着 她已经快速地从怀中取出一瓶丹药 倒出两粒白色的药丸 分别塞入霍宇浩和王秋儿口中 张月轩在这个时候 就显现出了大奖之风 没有凑过来观察霍宇浩和王秋儿的情况 而是快速地指挥众人分散开来 守住帐篷这边 以免有浑兽出现偷袭 在简单地观察后 众人立刻就发现了地上的尸体 以及王秋儿身上撕扯下来的那些血衣 看到三头狼人的尸体 众人已经很惊讶了 这完全是他们没有见过的浑兽一种 但当他们的目光落在王秋儿那一身血衣上时 目光就更是变得怪异几分 王秋儿的身体此时在帐篷中 他的衣服又在外面 这是什么情况 王冬儿哭了几声发泄了一下 也就缓过神来 赶忙起身 让蔡妹儿帮霍宇浩进行治疗 此时他也才更加注意到王秋儿的情况 王秋儿的脸色正在渐渐恢复红润 躺在霍宇浩大腿上 那和他一模一样的娇颜显得十分平静 王冬儿呆了呆 心中多少有些酸涩的感觉 看他们的样子 分开之后应该是一直在一起吧 为什么与浩宁可选择和他一起战斗 当时也不戴上我 还不让我跟上去 第二百三十九章 我相信他 中 女孩的心思本就要比男人细密 尤其是刚刚坠入爱河的少女 更是如此 王冬儿本身就对王秋儿和他相貌一样 有些排斥 此时这份排斥 不知不觉间更加深刻了几分 下意识地扭过头 他的身体微微一僵 因为他正好看到了王秋儿 散落在旁边不远处的一身血衣 那是他的衣服 那他现在 想到这里 王冬儿再也忍不住了 走到帐篷前 清廖门帘向里面看了一眼 这一看不要紧 他的背齿瞬间就咬住了自己的下唇 翘脸也变得更加苍白了几分 韩若若也在帐篷旁边 他是控制席战魂师 自然不可能在最外围 清楚地看到了王冬儿所看到的一切 赶忙上前几步 低声道 冬儿 别瞎想 世纪从全 看上去他们经历了不止一场战斗 而且烈度肯定不低 一定是王秋儿受了重伤 你看他那血衣 上面有多少血迹 这么多血 正常人早就死了 王冬儿轻轻地摇了摇头 看了一眼一边的霍宇浩 道 若若姐 我没瞎想 我信得过宇浩 他不是那种人 韩若若看向他的眼睛 惊讶地发现 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眼神很认真也很澄澈 那粉蓝色的大眼睛更显得分外漂亮 忍不住轻轻地摸了摸他的头 韩若若微笑道 宇浩能有你这样的女友 真是太幸福了 如果我也是男人 一定会不顾一切地跟他争强你的 不过 有的时候 自己的男人也一定要看紧一些 宇浩这小子虽然不是什么大帅哥 但他的天赋可不是一般人能够相比的 吸引的女孩子也不会少 王冬儿摇了摇头 看了一眼仍旧处于昏睡中的霍宇浩 柔声道 我相信他 韩若若搂了搂他 没有再多说什么 王冬儿重新在霍宇浩身边蹲下 向蔡美儿低声问道 蔡院长 宇浩怎么样 蔡美儿此时已经完全放松下来 道 没事了 就是身体有些虚弱 魂力几乎耗尽 精神力也透支严重 但他身上没什么伤 应该问题不大 只需要一定时间的休息 就能恢复过来 王冬儿扭头看了一眼旁边的王秋儿 低声道 那您也帮他看看吧 蔡美儿有些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尽管之前他一直没有在队伍之中 但对王冬儿和王秋儿之间的矛盾 可是看得很清楚 此时王冬儿能说出这样的话 充分彰显出了这姑娘内心的善良 嗯 蔡美儿来到王秋儿面前 首先将他向帐篷里面挪了挪 也就是从霍宇浩的大腿上挪开 然后自己钻入帐篷 检查起王秋儿的身体 王冬儿则是把自己随身携带的帐篷拿了出来 把霍宇浩搬入其中 让他睡得更舒服一点 做完这些 他也是感受到一阵阵强烈的疲倦传来 啊 蔡美儿的低声惊呼惊动了所有人 王冬儿赶忙向那边的帐篷看去 只听蔡美儿说道 好严重的伤势 这几道伤口都是致命的 缝合得很好 止血即使 生命体征正常 还好 伤势虽然严重 但也不致命了 时间不长 蔡美儿从帐篷里钻了出来 沉声道 他们果然是遭遇了强敌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那些邪魂师干的 这里距离那边有很远 我估计 周围这几头死的魂兽 最有可能 王秋儿受了致命伤 而且还不止一处 幸好及时止血 才能保住性命 而且 他身体里似乎有一股相当强大的生命力 支持着他的身体在快速恢复 再加上他自身体质很强 好好休养就能恢复了 他换了雨昊的衣服 应该是雨昊为他缝合伤口后座的吧 这孩子 真是细心 不愧是修炼过魂导师能力的 伤口都缝合得非常好 冬儿 世纪从全 你可不要多想啊 王冬儿轻轻地摇了摇头 微笑道 我刚看到他们的时候 多想过一下下 然后就好了 我相信雨昊 他才不是建议四千的人 蔡美儿微笑不语 道 好了 大家都抓紧时间休息吧 我来首夜 这一天一夜 可住时是折腾得我们不轻 张月轩微微一笑 道 幸好有您在 幸好大家都没事 蔡美儿道 大家都没事是最重要的 月轩 你也累了 赶快休息吧 张月轩也不推脱 道 好 那一个时辰后 我替换您 众人就那么围绕着两个帐篷坐了下来 纷纷进入修炼状态 王冬儿就守在霍宇浩的帐篷前 他没有再去看王秋儿的帐篷 在他心中 真的已经有些不在意之前看到的一切了 王冬儿是个聪明的姑娘 聪明的姑娘最大的优点 就是绝不会自寻烦恼去钻扭脚尖 他当然知道 霍宇浩和王秋儿在这一天之中一定发生了很多时候 经历了不少战斗与艰难 但只要他活下来了 就是他心中最大的满足 而且 他刚才说的也是自己的心里话 正因为对霍宇浩足够了解 他也完全信任他 有这份信任在 他自然就不需要去多想什么 也不想知道霍宇浩和王秋儿之前发生了些什么 只要他好好的 他就满足了 吃醋 女人都难免 但聪明而有自信的女人 在这方面的抵抗力就要强大得多 不知道为什么 当王冬儿在看到王秋儿身上穿了霍宇浩的衣服后 短暂内心剧痛之后 心情反而豁达了 他知道 自己之所以那么介意王秋儿 就是因为他有着和自己一样的容貌 而那也正是宇浩一见钟情的光之女神 可是 光之女神终究只有一个 那是自己和宇浩施展五魂融合剂所产生的相貌 真的就一定重要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同样很美的橘子 在和宇浩相处了那么久的时间 在宇浩还不知道光之女神就是自己的时候 他不也有更多的机会 而且还是堂而皇之的和橘子在一起吗 但他没有 两年半的时间归来 他的心 依旧是自己的 那自己还需要担心什么呢 本应该是强烈吃醋 甚至令他内心不安的一幕 反而令这个聪明的姑娘想通了先前的纠结 他不但没有怀疑什么 反而对王秋儿多了一份释然 至少不再对他有之前那样的强烈敌意了 带着这样释然的心情 王冬儿也渐渐进入了冥想状态 淡淡的光明气息波动 环绕着身边的帐篷 让帐篷里的温度更加温暖适宜 史莱克学院众人终于不再是始终都有厄运伴随 这一夜格外平静 期间 蔡美儿和张月轩 寒若若三人交换首页 却并没有叫醒其他人 当霍宇浩从沉睡中清醒过来的时候 只觉得全身酸软 更是头痛欲裂 体内的魂力大约恢复了只有三成左右 身体却是说不出的虚弱 睁开眼 他有些茫然看住淡蓝色的顶棚 我 我这是在哪里 酸软的身体令他完全不想动弹 但帐篷内的淡淡香气 略令他渐渐回醒过来 因为这股香气他实在是太熟悉了 冬儿 冬儿 霍宇浩几乎是在下一刻就叫了起来 他也挣扎住坐起身 尽管他身上并没有什么伤势 但在坐起来的过程中 头脑还是一阵阵眩晕 险些再次躺倒 帐篷门帘挑起 一张充满惊喜的绝美娇言叹了进来 宇浩 你终于醒了 王冬儿一弯腰就钻了进来 心中甚至还有几分小得意 宇浩醒了以后 第一个叫的 依旧是我的名字 看到王冬儿 霍宇浩几乎是不假思索的 就伸出手拉住他 将他拽入自己怀中紧紧抱住 王冬儿也被他突然的热切吓了一跳 但只是片刻的僵硬之后 就立刻用更加有力的拥抱紧紧的反搂住他 冬儿 你知道吗 我好害怕 霍宇浩低声呢喃着 王冬儿呆了呆 心中有些怪异的想到 这应该是我说的才对吧 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至少有两次 我都处于生死边缘 终于还是撑过来了 冬儿 我好想你 一边说着 他将他抱得更紧了 在外面 无论是面对怎样的强敌 他都能保持冷静 而此时此刻 劫后余生 一醒来之后就见到了王冬儿 在那一瞬 他被难以形容的庞大幸福感瞬间冲斥 也随之说出了内心之中最想要说的话 王冬儿轻轻地捶打住他的肩膀 坏蛋 你为什么要去冒险 为什么不和大家在一起 为什么不带上我 霍宇浩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因为他很清楚 这些答案 他其实都知道 两人就这么紧紧相拥着 感受着彼此的心跳 他们的心 也终于在明确关系之后 在经历了生离死别后的重逢下 完全贴合在了一起 在霍宇浩心中 那个属于王冬的身影 也终于完完整整 完完全全地全都变成了王冬儿